这个小法刀是钱宝下的那三个崽子的其中之意 为啥他又回来了呢 是因为他主人所在城市 口罩特别多 发不过去了 钱宝不会觉得是给买个消息 去吧 去吧 来吧 钱宝脚都可以脑子 是吗 杨宝啪你也看的 完了那都多买他呀 似乎呢杨宝人看不上这个小法刀 毕竟不是亲生的 但是对他的看护士 还是特别的尽责 杨宝不要去看 不要 还要站起来叫我 大家你千万记住现在的画面 因为在以后的视频当中 会有极大的犯场 此时的小法刀 看到了在窗户外面 林宇的钱宝父亲 他俩隔着窗户呢 散了一处夫子情山 此后的小法刀 迅速跑到了门口 跟他的父亲会合 但由于他的父亲过于激动 直接废了进来 之后再次相访 夫子俩非常高兴 打到了一下 并排前进 还是那句话 大家要记住现在的场景 以后的视频当中 会有极大的犯场 三个人一般撤走的三处 确实让新来的小法刀 给逼了进来 进来的世界呢 小法刀又开始兴奋了 就这样呢 嘚嘚嘚嘚的 来到了大个儿 拢子面前 有意思的是 元宝迅速就走了过来 给小法刀撵走了 但整体这些行为呢 给大个儿兴奋够呛 在里面拽了好几圈 法刀夫妇 对这个小法刀的保护 那属于是更上一层楼 尤其是这个钱宝 带领着这个小法刀 一起攻击三处 当这一切结束 法刀一架三口 就这样回了笼子 但我还是想说那句话 大家一定要记住 本期视频的内容 因为在以后的视频当中 会有极大的犯差